近日 白银市平川交警在王矿专线2号矿路口对过往车辆例行检查时 发现一位驾驶员看见交警后 立即下车并往山上逃窜 执行民警紧跟在该驾驶员身后陪跑到山顶 最终将该驾驶员护送至起跑点 随后经民警询问 该驾驶员张某的驾驶证已于2019年7月14号 因营久驾驶违法行为被暂扣 所以才汽车逃跑 谁知跑到山顶就跑不动了 驾驶暂扣期间不能驾驶自动车知道吗 知道不知道 驾驶暂扣期间不能驾驶自动车的知道吗 不知道 那知道为什么还可以啊 随后 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对该驾驶员张某因驾驶证暂扣期间 驾驶自动车的违法行为出以1000元罚款